哈囉大家好 今天有點小感冒所以聲音不是很好 不過我們剛好今天有個時間可以來看一個 這個小王八蛋 他進來不叫不跑 當然他現在不跑的原因是因為我還沒給他裝電池進去 所以他是用兩顆AA電池 然後這裡剛好有幾顆 給大家看一下他有沒有電 所以這裡有我的那個 萬用商用電表 不是商用電表他沒有說萬用 但我來確定 我把它轉到那個測試1.5V電池 我們來測試第一顆的時候呢 正常在 這不是綠色的檔吧 他看起來有點弱 不過應該還是鬧鐘還可以跑的地方 第二顆在綠色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可以把那個電池塞到裡面去 這裡來說他應該要跑 不過就跟我預期的一樣 指針根根本沒在動 倒是點燈有用 所以我們稍微給他轉一下 這是時鐘和鬧鐘 轉一轉他 秒針不會跑 時針嘛 我們看這個鬧鐘鈴 燈亮了 可是喇叭沒叫 難怪他會害我遲到 所以我想 這大概是有很好的理由 來開始 拆解這個王八蛋 所以我們要用一個比較 西點的螺絲給他拆開來 我記得 這不是我第一次拆這個東西了 好像他的 品質不是很好 我們 接下來 馬上就可以揭曉了 所以 喔 三個螺絲還真的給他 就這樣鎖著 痾 天啊 你看到了沒 這個 他竟然只用膠帶給他 固定住 而且 他看起來已經掉了 難怪 他看起來已經掉了 好不太確定 真的手機沒對焦 OK 對啊他 你是連 連用電腦鐵都那麼的懶嗎 雖然我也是 偶爾是懶成這樣子 可是 也沒有到這個程度說要用膠帶 好甜喔 我的喉嚨 然後呢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的是 按鈕 控制那個 鬧鈴的那個按鈕開關 然後 哇 你是怎麼固定的 痾 這樣就掉出來了 所以這是一個 六批 未必該怎麼唸它呢 我沒有正確唸法 請對焦 謝謝 哈囉 OK 可以看到它有 六個PIN 就是一個on off switch 然後在這裡就是 那個 電池的那個 電源 還有喇叭 好像一個是接3V 一個是接1.5V吧 不太確定 看起來像是1.5V 然後這個喇叭 它上面寫 包摩2.5瓦 真的假的 這個東西2.5瓦 我一向都對喇叭還蠻有興趣的 所以我們可以來測量看看 你看 呃 它看起來像是在 5 6 7 8瓦 對啦 8瓦差不多 不過 這張機在2.5瓦嗎 天啊 那這樣我把它放在我的小公放板上面 它在我來講也不應該燒掉囉 不過那點鈴鐺別論 我還想要試試看修理好這個東西 因為我懶得去買另外一個腦筒 不過也許我是該去買 那個新的腦筒 因為這個東西看起來很 好中國 呃 我們等一下我收集 做什麼懶東西 呃 這裡也有一個按鈕 是怎麼在控制它的 呃 燈亮 現在我沒有裝電池我也不太確定 現在裝電池是不是個好主意 但 竟然 那個 外殼都已經分開來了 我想 裝上去也 不是問題 呃呃 卡住了 哇 哇 哇 所以我們確定 對啦 應該要接觸不良了 對啦 卡卡卡卡卡的聲音 OK 所以我們很確定 鬧鈴是有用 但是 秒針就是會知道為什麼沒有在運作 然後我看 秒針沒運作 十針 分針也沒有在運作 我已經給它算了好幾 好幾個小學 它一直在原本的地方 嗯 然後我們在這裡可以看到 是一個 從那個 這個 時鐘 來的一個電路 我想應該是 在操控那個 電池圈 這樣子它裡面的那個 呃 秒針在運轉 然後接連著帶動 分針 時針 你有拆過鬧鐘的 像這種時鐘這種東西 你大概都 大概就知道了 然後 在這裡就是 那個 一個聲音版吧 對啊 這看起來就像是聲音版 嗯 裡面 就是 喔 這裡還有一個 一個電晶體 嗯 裡面就是 那個 記憶 IC 什麼之類的 嗯 就是那種 中國玩具 你找得到的東西啦 那麼 接下來我們看到螺絲就是在這裡 和那裡 所以我們 拆開來看看 我有點害怕 就是它 裡面就是 固定著那個齒輪的 這樣子 到時候真的是 如果什麼東西要跳出來的話呢 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看起來 不是 它 感覺是 黏著什麼東西 然後 早就已經開始脫離了 的樣子 對 你看 這些 實針 分針已經 沒有固定的效果了 嗯 嗯 然後 感覺好像 可以把它拿出來的樣子 嗯 嗯 我要研究一下 是的 沒錯 你只要 不花一點力氣 就可以 稍微從這個 往裡面那個 洞 這樣子 把它挖出來 嗯 上面都沒有任何損傷喔 我可是沒有用任何工具 都只用我的手 就把它給拔開來了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 哇 這是我見過做一點假的東西了 竟然 一 一手 它就什麼都掉下來了 然後 呃 呃 天啊 天啊 OK 我要聽聽看這東西有沒有在運作 沒有 它 不跑了 所以 裡面一定有什麼問題 然後 是的 我有用3M電錶去檢查過這裡的電壓 嗯 黑色很明顯是接地 如果你到紅色的話就是 嗯 OK 回到話題 黑色是 回去接地嘛 嗯 就是回去負端子 這個是 3V 然後這個是 1.5V 然後 這個按鈕 像我剛才按下去 它就 自己把它停掉 我認為 按下去以後 它是送了什麼信號給它 所以它就 停止下來了 停 給這個那個 語音IC 我的猜測 那麼 現在的問題是 問題都來自於 這一個 鬧鐘元件 所以 嗯 這個 通常 拆了之後 就像我說的 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 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它就是用很簡單的 卡榫固定 就是因為這樣也太簡單了吧 我實在是很不喜歡 拆這個東西 非常非常不喜歡 因為我 經常 下場就是 壞掉 跟我想的一樣 這絕對回不去了 然後 我們可以看到 拆這個東西 其實在動啊 對 這個應該是在控制秒針的 因為它那個 這裡 線圈 那個會產生磁場 然後 那個 它就一直不停的在那裡轉著轉去 就跟我料想的一樣 不過也跟我料想的一樣 裡面的 齒輪飛出來了 所以 要我轉回去嗎 我可能還要再想一下 所以 可以看到裡面的電路板就是衍生過來 可能直接接到這個 那個 電感 之類的東西吧 然後 那裡有齒輪 這裡有齒輪 所以 理論上這東西應該要是好的 只不過它可能是接觸不良 嗎 我才確定 OK 所以我想想我掉了大概幾個齒輪吧 三個左右 先從最小的開始好了 我們把它 我不知道現在相機有沒有對焦到 像這樣子放進去 然後 YUP 它開始在轉了 然後 或許 塞 這顆 小的 在 這裡嗎 感覺不太對 應該是在這附近 之類的 呃 就知道這件事情 沒有發生 還是像 擺大顆的在那裡 可是它跳出來 哦 天啊 我就知道搞這個是不好的 嗯 不對 這樣就卡住了 呃 OK 裝回去了 Hurray 它看起來也像在運作了 每個齒輪都要在跑 看起來 OK 看起來OK 所以應該是齒輪掉了 哇 然後現在我們就是要想辦法給它硬塞回去 通常 如果沒一定要想到的話 他們通常也會反抗 這時候我三個修短鬧鐘 它就是這樣子 當我塞東西進去的時候 它就是反抗 所以我不懂那些中國人是怎麼 讓它成功運轉的 所以讓我再重新聽一次 YES 它成功了 它還在運轉的 這個東西真的超級無敵安靜 如果你把你的耳朵貼進去聽的話 聽起來像是那個 嗯 那個 摩托車 摩托車那個 摩托車那個 待命的那個聲音 就是高高高高高 就是那個嗎 摩托車的聲音 你知道的 呃呃 這個要怎麼裝回去 呃 它有一個 這樣子 它有分大小嗎 嗯 它是有 這個呆孔 可是我明明就對齊了 印塞覺得不是什麼好事情 然後 呃 聽起來不像是個好聲音 聽起來比較像中國好聲音 聽起來比較像中國好聲音 呃呃 這肯定 不像是裝回去的聲音 嗯 OK 當然這些齒輪還得再重新裝回去 不過 呃 我想 應該是我把這些大小給搞混了 呃 它的齒輪不太一樣 呃 它沒有對焦成功 呃 隨便啦 嗯 嗯 我認為像是對的啊 它可能只是沒有對到 也許它應該在更底下一點 我不太確定 會不太確定我這樣子硬塞之後 會不會所有東西都跳出來了 嗯 嗯 這個還沒跑掉還真是奇蹟 可是我對不到它的卡存孔啊 這樣子是絕對沒有用的 呃 呃 這個時針有在並轉嗎 好像有 好像沒有 這個點真的很擔心 OK 我再試著對一次 我再試著對一次 當然你們看不太大 因為 呃 這光線不是很好 應該是要這樣嗎 可是我這樣轉之後 為什麼是沒發生呢 嗯 哇哇哇哇哇 還是說是放在這裡的 我想 應該是喔 那這樣子 我們可以把另外一個 也給 撲出來 然後 塞來這裡 對嘛 這才像話 OK 然後我們再 double check一次 有了 它卡到那個 所以我們應該可以 祈禱它 能夠回去 我看到我剛才在那個 重新再拆掉一次的時候 它黏到這個上面 所以我想是 這個卡得太緊了 所以它就卡住了 OK 所以讓我們 可以嗎 嗯 嗯 嗯 然後 然後 OK 時針轉起來 OK 鬧鐘 看起來轉得OK 我聽不出來 它在轉的聲音了 啊 不會它掉了吧 嗯 嗯 我覺得 最快的方法就是拿十針 去抽一下就知道了 對 它又不動了 啊 我真的認為是這個東西 卡得太緊 實在是有點想放棄 OK 所有東西 遠方不動的 照原本的方式安裝了 然後 我們再試一次 如果這是不行的話 我就想 真的是這個殼的問題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要理由 可以去換給新的鬧鐘 要不就是把它動給挖到 聽起來好像是有在跑 那個聲音超級無敵小聲 耶 它跑了 嗚呼 噢 真是沒辦法叫很大聲 就是那個 像那樣的聲音 不過 嘿 它跑了 You son of a bitch 不過現在我面臨一個問題了 不太確定 時針和分針 現在確切的位置在哪 喔對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螢光其實是多麼的廉價 呃 它直接塗在上面了 它給它塗超過了 然後 另外一個 這個分針還好 就是時針插到就不行了 呃 怎麼以前都沒注意到 垃圾瓶子 所以有在想 嗯 假設我給它 搬 就稍微轉動沒有用 所以我要 自己想辦法調整我的時針 嗯 是這個嗎 不是 這是 那個鬧鐘針 呃 看一下 就是給它轉到它會 啟動 然後我們再 把時針 刷回去 OK 然後一定要 聲音用 好像有時候有用 有時候沒用 這真的很糟糕耶 誰製作這個東西的 然後 我想 時針 也是 塞回去這一個 最後我們的 那個那個是 分針 嗯 呃 最後秒針 塞回去這裡 然後 一切看起來都還不錯 天啊 我也沒注意到耶 奇怪它剛剛在 底下還OK啊 為什麼 呃 它的品質真的是 好吧 至少它真的是螢光器的效果 不過天啊 我怎麼都沒注意到 呃 天啊 吼了這腦痛 實在是不想為這個東西 增值 然後它又有卡榫位置 這一個 這一片要 塞在這裡 呃 也 天啊 怎麼那麼用力 嗯 OK 那 我想 這樣子應該就搞定了 接下來我們要來調整一次 這個 他媽的 看起來有一點接觸不良 可是我現在手上沒有電烙鐵被老爸借走了 我也只能夠 改天有機會再去 那個 用電烙鐵把它給黏回去 不過 目前為止 看起來 一切都正常運作 因為它的實證 那個 的確是有在正常運轉 所以 喔 等等這個是要先裝還是後裝 我的確定欸 就像 前功還是後功一樣 呃 對啊 這個應該是 先裝的才對 所以 讓我想辦法給它 裝進去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放進去 然後應該 欸 鬧鐘這次又不叫了 你看 這就是我怕的地方 竟然不會把我叫起來 所以我想 可能是這個實證分針 這個實證分針什麼的在壓著這兩條線的樣子 可是 這是無可避免的啊 你設計成這樣子 你竟然用膠帶黏著 你有病是不是 天啊 然後那個按鈕 我需要這個按鈕出來 所以 它高到這個線了 那我們再試一次 OK 它看起來在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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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些撞擊測試來講 它看起來目前是OK 我不太確定未來會怎麼樣 可是現在感覺 勾到的樣子 為什麼 總是有那麼多問題啊 這次我先 固定了這個按鈕 OK OK 啊 這鬧鐘摔死 這鬧鐘真的是快把我給氣死了 天啊 怎麼修就是修不好你對不對 God son of a bitch 有夠 我知道你按鈕 是很明顯會弄壞它一些東西 可是照你來講 它也不會應該那麼脆弱啊 OK 至少它在這跑 這一點我很欣賞 然後 你不敲的話 你就不確定 它到底有沒有正常運作啦 那你看 嗯 對 所以 基本上 只要裡面的電路不再被驅動到的話 它應該 可以再活個一陣子 直到我想 去把那個膠帶 給它換成 用那個吸 給它固定住 不過 除此之外 我要先把這個鬧鐘給裝回去了 我實在是 快被這個東西給氣死了 我沒有想過這影片可以那麼的久 修理一個鬧鐘 天啊 修理一個鬧鐘 要花我 超過超過30分鐘 實在是有夠 所以讓我們 轉回去 電磁蓋 然後 前面的按鈕 上面的按鈕 再按鈕 按鈕 再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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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一切都正常 那...那就 調整一下現在的時間是 嗯... 22點24分 22 20 24 差不多在這裡吧 對啊 然後 我明天打算這個時間點起床 拜託了